三连一点模组保险 视频看最简单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冉 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推荐的 哥斯拉怪兽模组 这个粉丝的名字呢 叫做闪耀迪加 模组里面呢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怪兽 是非常的震撼 后面直接导致我们手机 直接崩溃了 这期视频来的不容易 希望大家能够看完 我们的哥斯拉有非常多的版本 这个版本的话 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 它的背后呢 有水晶状的极次 可以通过积攒能量 来发射极光 今天呢 我们也是来简单的 介绍一下哥斯拉的由来吧 哥斯拉原本是蜥蜴 受到环境的影响 而变异而成的 这个模组里面 不仅有哥斯拉 还有哥斯拉的宿敌 基多拉 它在发射极光的时候呢 身上的极次 会像水晶一样发光 也是十分的帅气有没有 这个是红莲哥斯拉 它的由来是由火山爆发引起的 身上全是熔年的颜色 在怪兽之王里面 哥斯拉吸收了 摩斯拉的力量之后 变成红莲哥斯拉 然后击败了基多拉 然而在模组里面 好像我们的红莲哥斯拉 还打不过我们的哥斯拉 这里能行 这里找谁说去 这个是摩斯拉 它的原型是鹅子 摩斯拉的形态有很多种 有水中型 光速型 彩虹型 铠甲型 当然在这个模组里面 就只有一种摩斯拉的形态 这些资料全部是小染 在百科上面查到的 如果还有不对的地方 请各位指示 下面登上的这个哥斯拉 应该是机械哥斯拉吧 一眼就可以看出金属感 而且肩膀上面还有一个重炮 唯一有一点可惜的就是 我们在模组里面 并不能够驾驶这个机械哥斯拉 改天我们可以来个梦幻联动 哥斯拉模组OS泰坦模组 但是如果那些视频做出来的话 我估计我的手机就已经废掉了 这期视频已经让小染的手机很烫手了 再加一个泰坦的话 结果你们在评论区告诉小染吧 下面登场的是我们的基多拉 他是哥斯拉最大的对手 有三个脑袋 两条尾巴 在模组里面 他可以召唤闪电来攻击 接下来登场的这个哥斯拉 就有点厉害了 行星哥斯拉 这个行星哥斯拉是最大的哥斯拉 他后面也是直接导致了我们游戏崩溃了 这个存档是直接给干费了 我的天啊 我们飞到好远的地方依然很卡顿 而且他还不夹在地形的 行星哥斯拉呢 是因为我们人类离开了地球 没人管他们 经过了两万年之后呢 这个家伙就长成了这样子 这也太厉害了吧 这是迄今为止 小染做的全部模组教绍里面 最大的一个生物了吧 大家还知不知道 比他更大的模组生物呢 也是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分享哦 好 接下来登场的 就是我们的普通哥斯拉了 这个普通哥斯拉呢 也没有什么亮点 我们就不多说了 视频的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王者基多拉 他是宇宙怪兽 被称为系列中最强的反派 他可以发射闪电光束啊 之前也是跟大家说了 本身都是金色的灵甲 比普通的基多拉要帅不少 很好 由于时间内容 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是差不多了 很感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模组 可以在评论区 包括是私信投稿给小染 如果喜欢小染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点赞评论三连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